走到轮回的原因就是知诸 我们讲情止 情止很可怕 决定不能够离开轮回 情欲深 欲望下坠 情最深的是第一 往上一层比一层淡一点 《论言经》上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那么像这些经文 你也不常读 一定要常读 不常读什么 忘掉 对这个社会 你也迷惑 把这一桩事情忘掉 常常读 常常去想 你越想又可怕 越想 出离地心才生得出来 真真想 离开了又到了鬼 真真想 往生净土 这个样子 身性切愿就生起了 身性切愿 才是经上讲的 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心 不是容易 真的 一万个念佛人当中 难得有两三个 真正有这样 坚定不移的心血 这样 身性切愿 在异象专念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决定不改 无论什么人来跟我说 我决定不会动摇 我决定不会改变 我在这个讲习里面 跟大家也说过很多遍 许多人反对会几本 批评会几本 我就讲 全世界的人都反对 都批评 我还是要读诵修持 如如不动 为什么呢 这个本子是老师传托的 我对于我的老师有信心 我决定不会动摇 我决定不会改变 我学习有受用 我的受用 他们不知道 他们没学过 他怎么会知道 那么这个心才叫清净心 所以 祖师大哥提醒我 不要以为 经论里面常讲 尽重是个异行道 你就 清满了 信心 悦心 都降低了 口里面 虽然说修净土 设计上 他念这个世间 五日六成 这样的心态修学 是自己造成障碍 没有法子成就 所以我们的正常的心态 不可以说 这个法门 也不能说他容易 所以 是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比较 这个法门是 因为 他不需要 断烦恼 但是 他要服烦恼 你的烦恼 扶不住 确定不能发生 服烦恼 比断烦恼 真的容易太多了 你能够烦恼控制住 不发足就行了 真正能控制得住 不会发足 你服的功夫 时间越长 功夫 力量越大 到不服 自自然也 也不发足了 往生就肯定了 就有把握了 我们得做这个功夫 虽然不服 他也不发足 烦恼并没有断 这个要知道 这叫待业往生 可是这个功夫 你要不认真去做 你要不把誓言看淡 你做不到 这个世间 什么事情 都要看淡 不但这个世间 是看淡 佛寺也要看淡 都不挂在心上 直直把阿弥陀佛 挂在心上就好了 把极乐世界 挂在心上 这个叫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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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